当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 这个王毅川他讲了这个话 那他还说他能够去分析 这个青鸟 我先讲菜鸟不好意思 青鸟行动的民众年龄层 他怎么分析呢 他怎么知道什么几岁的 什么谁来呢 王毅川他说是用基地台讯号 去做比对的 结果这个什么叫做 用基地台讯号去比对 难不成你是这个查水表 你早就有监控 难道有所谓的动用国家机器吗 那你一想到这一点呢 当然蓝营的立委多位都在痛批 说手机讯号是监控人民啊 老大哥还在啊 那别忘了谢龙介 之前在上中天的新闻龙卷风节目的时候 他当时就曾经在2019年 那当时他说他有掌握情资 说民进党政府启动国家机器 利用电信业者基地台搜集 韩国瑜造势活动 出席者的性别年龄等情资 结果NCC马上开罚了 说中天未善进新闻事实查证啊 处罚中天60万元 好了 结果现在呢 你回过头来看看 王毅川是怎么说的 那这样的罚有道理吗 王毅川这个说法 他在上这个绿媒的节目当中 我想他现在作为政策会执行长 很大的角色 其实就有点像是在民进党 党内的当中的中央厨房 针对于整个舆论的部分 究竟有收集到多少的 多少的不管是情资也好 甚至包括一些新闻点 然后他们其实每天集结完之后呢 民事啊 包括三立 很多的这些政论节目 其实他们都会分别跟他们要 他们也会分给他们 所以这里头其实制作人跟他们关系 也会去争一些独家 所以这是王毅川自己 在讲的时候 那个字的一满当中 一不小心讲出口 也不能说一不小心 我觉得他大概就是 看太多东西 很了然于心要讲出 他自己能够掌握的 他在节目上的东西 可他一讲出来 哇 果然就是再度验证了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样子 就我们这跑新闻这么多年 都知道这个向来 长期以来 其实只要是第一个 你不要说是在选举活动里头 在进行 你只要有类似 所谓的这种的群众运动的时候 我想包括警察系统 特别是包括调查系统 他们都会在掌握这些的部分的人事物 现场也会去调查一些 现场的状况 就情报 包括也会收集一些做分析 这个是几十年来 国民党实在也都有了 我原谅我这样讲 但是只是说到现在这个阶段 还有 而且凭什么 这是一个从党 从民进党 从王毅川 这个政策局长里面 这个中央厨房的大厨师 手上里面的鬼巴里头 可以轻率的这样讲出来 就表示他们一直 一直能够从中华电信 这个虽然有各家电信 没有错 大家都不能有手机 可是在中华电的机房 都是可以拿得到的 而且这道理来说 按照是情报系统 去做征搜的部分去拿的 可是凭什么呢 而且你为什么你知道 所以这在今天起 有很大的部分的讨论 当然我觉得到今天的这个过程 我想是非曲折来说 究竟谁对谁说很清楚的 他就是不应该这么做 但我想可是这个东西的情报 情之多年 是几十年来 能拿都根本就在拿 他就得要掌握 当然一方面是这样子 他拿来监控 二方面他还做安全控制 他要了解当中 有没有一些失控的可能 特别是在今天 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我了解 其实今天有好多 蓝绿美的政论节目 到今天晚上都在做直播 因为都是看今天晚上 三读通过这件事情 以及还有在今天晚上 立法院会不会最后 有冲撞这件事情 任何时间都有可能 那么大家都在关注这一点 但无论如何 现在民进党的部分 方方面面当中 在寻求对他们有利的 包括立法院内也好 立法院外也好 特别是立法院内 跟院外当中 仿佛造就一个 都知道在立法院内 一定输嘛 三读是一定可以过的 可是民进党他没有办法 他现在是干嘛 他创造一个立法院外 仿佛民意 来对抗在野党立法院内 这样子的社会力量 因为在立法院 整体的成绩 民意表决 后面一定输 无论现在刚刚讲 你是复义也好 你要现在接下来 要包括你要不要实行 你要不要解散国会呢 你要不要视线呢 我相信这些东西 都有可能 这些视线 是民党一定会进行的 但是这些都比不上 创造一股对抗的民间势力 而这里头会直接对蓝白的 在野阵营当中 有形成 甚至包括人身的 一些巨大的部分的压力 这个看起来是 会这么做下去了 虽然看起来会有一些 包括卓荣泰 也有一些说法等等 但总体来说 卓荣泰还希望群众不要集结 对 但是你要知道 赖清德已经加持了 他已经合理化了 立法院外这些抗争了 他从党主席的部分角 或从总统角色 他就是要形成那种 对于在野党的一种绝对性的 所谓的这种力量的对抗性 因为你没有办法 就行政权或立法权的对抗 你现在用民意来对抗 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一点 民意党现在就不止在立法院里头 好像我一直在抵挡你 在野党 民进党现在当中 这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要不要视线 下一步要干嘛 下下步 乃至于后面当中 群众力量我要一直握在手上 党怎么做 我认为现在看起来 民进党有一个总体 对付在野党 包括立法院当中的 总体层次的谋略 有在进行 你不要觉得他们没脑子 虽然话是讲错了 被大家抓到语弊 可是人家接下来第一步 跟下一步的策略 已经看得出来 有个脉络在那个地方了 那么包括赖清德 现在只要有人潮 立法院有人潮 那些艺人 对于中国书城的那艺人 后面有很多粉丝 赖清德就是说 大家要体谅 你看到现在所有这些东西 他不是瞎做 他有一个总体的 分层次的策略 这是在党注意的 好 不过我请教蔡委员 当我们在看到场外 有群众集结的同时 其实场内 哇这个 我在想说是 要把它演变成 近身肉搏吗 因为其实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接近二读 当时就看到 绿委邱毅盈 忽然 手就上去了 对着谁呢 对着罗志强 对着罗志强 然后你马上就看到 这个即时快讯 就出来了 罗志强遭到邱毅盈打脸 为什么 因为邱毅盈当时是要 一把抢下 罗志强的手机 然后在一旁 这个徐晓星 当场尖叫 尖叫 然后还想说 哎呀 你要吵架要吵架吗 你打人干嘛呢 一度又乱成一团 可是我就问 这是演哪一出 而这个时候 绿营的立委 还要说 你们拦的 都是暴力委员吗 那到底谁比较暴力呢 蔡委员 民进党不用暴力的话 议事 议场会乱成这样子吗 大家乖乖坐着 举手表决投票 他就输了 以前国民党不是这样乖乖的吗 民进党就多输了 他就说 哎呦我们遵守议事规则 民主最重要的议事规则 然后他现在少输了 他有议事规则吗 他就我场内跟你打架 我场外揪人来啊 揪啊 有种你冲进议场啊 不敢冲进议场 停止霸占异常 停止议事 臭死了 不敢 对不对 来啊怕什么 我跟各位讲 国民党要醒来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斗争 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要记住这一点 不要君子来这一套 如果还在那边讲 国民党老是演精细 演惯了 你碰到那个演布袋戏 你就输了 我跟你讲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 罗志祥被邱毅冲上去打了一个巴掌 罗志祥一定没有回过神来 一定没有回过神来 女生打我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 对不对 国民党太生死了 换上我 你邱毅打我 要当场把你揍在地上 我跟你讲 我会给你客气 不客气 管你是男的女的 或者你是唐凤 我分不清楚哪里 我也可以打你 反正就是这样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斗争 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民进党恨不得把你国民党打死 如果你国民党没有这种自觉的话 还在那边 哎呀 离异廉慈啊 自为巴德啊 我们要回归民主体制啊 谁跟你回归秩序跟体制啊 能够赢的才是什么 罢道 才是王道 对民党人就是这个道理 那赖清德想什么 想这样太古是谁 想掌握所有的最高极端权力 所以他现在开始在铺陈他的媒体 铺陈他的群众 这是个德性嘛 没有第二条路的啦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